你翻明是去了一春阁 老色鬼 我 我怎么可能去那种地方呢 我只不过是路路过那里 老明春和茉莉 你就是去了 别生气了 公子还说 莫大叔 究竟发生什么事情 你快告诉我 这可关系到 狄生父子两个的生命安全 你说啊 一会儿告诉你啊 一会儿告诉你 不要一会儿了 现在说吧 老金出事以后 艾家公子啊 就越来越觉得 这件事情 它是又有背景了 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乎 就派我去打探消息 我呢 就记得等 找到过去的一些个旧官 这一打听不要紧 这个张军夏 根本就没有辞官 而且会越来越位高权重 还有一些小道消息 你们知道吗 说他是大总管的 这些姓父 大总管 就是权清朝野 对内深得皇后的宠信 控制后宫 对外勾结隔壁的节度室 就是那个 不断扩通事实室里的韩公公 可是张军夏 看起来这么的人词 老墨 你不是听错了吧 是啊 一开始我也不敢相信 但是 他是朝廷重臣这一点 假不了 可是 他为什么要骗我们呢 当然是因为 有着巨大的利益 对对对 说到利益 我还打听到 他跟一个大地主 叫吴法天的 三天两头就聚一次 把 吴法天 都城里的房地产业 弄得是地府天番 吴法天 那不就是 今天卖房子那几个人吗 原来是韩公公的人 怪不得那么嚣张跋扈 就是啊 他刚才呀 他刚才真的要撞死我 幸亏 幸亏我放飞镖啊 张君下 吴法天 韩公公 忠良啊 那个爱丁堡 肯定不会醒吧 除非 他有不死之身 忠良啊 我很理解你啊 如果不是我 在衙门里 看到了爱丁堡 是菜市场的拥有人 肯定 不会把他 置于死地啊 人呐 逃不出命运的 忠良 你怎么了 可能还有别的办法 忠良 我留着这条命 忍辱负重几十年 就是为了不让你 再去威胁德飞 现在好了 信没了 一切都了结了 从现在开始 我和德飞 再也不会受你的威胁 去陷害别人了 将军下 杜某有一句话要告诉你 天望恢恢 疏而不漏 多行不义 必自毙 你 你好自为之吧你 走 我知道了 所有的事情 都是张军下 一个人搞出来的 张军下 我说嘛 张军下 就是他 不行 我要制止他们 我有钱 我把所有的房产 买回来不就得了吗 老金你放心 你等着我的好消息 行 走 快 开呀 都给我拆了 开呀 怎么会这样 真的拆了 真的拆了 拆了他 拆了他 谁敢 老金 老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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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谢谢你 你是谁啊 恩氏 这是怎么回事 老金哪 我呀 把这个菜市场给卖了 还给你卖了一个好价钱哪 你说 怎么样 帮我卖了 是啊 我们是合法拆迁 要是有什么不满 可以去衙门告我 这不是我写的 假写我的遗书 到底干什么 老金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走投无路 才能偷奔你呢 他根本就没有此官 他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因为他身边这个浑蛋的武法天 看上了他们的卧龙阵 他们关上勾结 继续完全被人家利用了 是啊 你被骗了 等着是 老莫说的不是真的吧 哎呀 他不是真的 我能装假吗 你说是不是啊 我真的是落魄了才来投靠你的 我看你呀 要死了 留着这菜场也没什么用啊 这我才把他给卖了吧 老莫从来不撒谎 对 对 对 让下 老莫从来不撒谎 真正撒谎的人是你 我跟踪你好几天了 你跟那个神秘人的对话 我全都听到了 他根本不是什么老百姓 他是朝廷重臣 他来我们镇 是为了一个惊铁大营萌 对 我全都听到的 奇迹 奇迹呀 怎么了 令郎气脉相当正常 肝肾功能强而有力 和前几天大相径庭 看来那个杜大夫 真的把他治好了 那他爹呢 为什么他儿子醒了 他还在昏迷啊 这个以杜大夫的实力 不可能出现失误 除非 除非故意 这个我不敢妄下定论 我只知道我们做大夫的 只会想着怎么去救人 而不会存心去害人 丹丹 丹丹 半头 丹丹 杜大夫死了 什么 杜大夫不是被谋害 是自杀 单凭他所用的药 就知道他是带着必死的决心 丹丹 你说他会不会是畏罪自杀 或许他是被人逼的 他过不了自己的良心 所以 不用担心 我们来了 金大叔 是的 你没事了 金大叔 有你娘无微不至的照顾 怎么会有事呢 娘 儿子 跟你们说 我们见得无法天了 跟他说买回菜市场 一切搞定了 菜市场还属于我们呢 真的 小爷 其实你根本不用买 别说那张遗书不是我写的 就算真是我写的也不管用 菜市场那块地本来就不属于我的 菜市场不是你的 不是 是爱公子的 爱公子不想让人家知道他那么有钱 所以就把那块地的管理权交给我 前段日子 我不是要见上那个盐碰吗 也是爱公子的主意 他是希望大家在更好的环境下干活 本来我想加点租金 把那个成本追回来 最后爱公子还是反对 那我现在懂了 有人看中了菜市场那块地 一直以为那块地是属于金大叔你的 所以就暗算你 后来才发现 原本的拥有人是爱丁堡 就在这个时候 传出了我儿子得了血症 那个人就从宫里面 找了杜大夫来 目的就是要弄死爱丁堡 也趁这个机会 以金大叔的名义 伪造了一份遗书 把菜市场卖掉 这么说 这个人会是谁呢 还能有谁 当然是那个张军夏 张军夏 原来就是他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发现了这个事情 那可是杜大夫是他的同谋 他为什么会自杀呢 肯定是有把柄在他手里 所以只能听命行事 他本来想趁着换血的时候 杀死爱公子 当他发现 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后 被感动了 所以治好了我儿子的病 也对爱丁堡 网开一面 可是他知道张军夏 肯定不会就此罢休 所以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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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心 不愿意 这个推力还算是比较合理的 从头到尾都是我不好 引狼入室 照这么说呢 爱公子应该不会死